第二十题 这题呢虽然是说成第十八题 但是事实上跟第十八题的那个对流是没有关系的 它就是一个温标换算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是用所谓的比例的相同的观念去解决 然后我们说水的溶点呢是所谓的零度C 它设为呢负100U 负100U 那水的沸点呢是100度C 它设为呢300U 然后它说我们现在有100U的时候呢 会相当于呢多少度C 然后根据我们的教的方法叫做比例相同 全部呢有100-0 我有呢X-0 全部呢有300减掉负100 那唯有呢100减掉负100 所以呢这边就是100分之X 那这边呢就是400 然后200 水消掉之后呢就知道这是1分之1 所以X就是1分之1乘以100 也就是50 所以呢我们这题的答案呢应该选的是50 所以第二十题答案呢我们要选的是C 好100度U相当于50度C 请不吝点赞订阅